氣氛或是說整個文化 你目前了解的情況怎麼樣 那你覺得跟過去 當然在中興兄弟一定是也很不一樣 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做一些積極的互動或是溝通 那光哥我想問一下 因為就是年輕的球員越來越多 有一些年輕球員其實 有時候我們自己會開玩笑說他們比較白目一點 就是會在相處上有時候可能會得罪前輩 或者是一些這樣子的情況 你們會很特別會去提點這些事情嗎 比如說禮儀啊禮節啊 在球場的基本的做人做事這樣的道理 我覺得棒球是一個倫理的啦 那或許現在年時代的進步 這個可能會比較少一點點 可是我還是會加強倫理這關面 因為我覺得就是相當重要 因為當你尊重別人之後別人就會尊重你 這是互相尊重 其實我不擔心因為我有郭教練在哪裡 因為郭教練是好像大家都認識他嘛 他是一個很嚴格 然後也很重視倫理的一個教練 那其實我也謝謝他 願意當我的熟悉教練嘛 那我也可以希望他 希望也可以從他身上學習到很多這樣子 好我想其實我也還沒有真正接觸到這些球員 那部分以前是有相處過 那這可能要給我一些時間 但我從對面就是可能在比賽的時候看到的 漢將就是 我想本身每個球隊都有他自己的文化 那就是延續他自己的文化去做 那這個球隊我大概看了一下 整個年紀的排比 他大概資深球員大概有大概八九個 然後中生代卻比較少 本來年輕的就大概切近一塊四十個 所以以六十成這樣編制 我想我需要去慢慢來把這個做連結 他剛有說到溝通 我想因為都是幾個選手 溝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希望期待這球隊是一個有溫度 然後球員是有靈魂的一個球隊 謝謝 大家好 心情上是大家還是非常緊張 但我首先要謝謝中信球團 這幾年對我的栽培與照顧 接下來是感謝富邦漢將 願意給我這個機會與肯定 真的非常感謝 然後我想穿起這件球衣啊 我想就是責任的開始 那我也願意負起這些責任 然後帶領教練團與球員一起努力 能夠創造出最好的成績 那非常感謝富邦漢將 蔡成如同事長 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讓我加入這個大家庭 那未來我會與 林華為校長還有陳金峰總教練 一起努力 那最後我感謝我的家人 願意給我這個勇氣 然後再一次的來挑戰自己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